中共海军济南舰等多艘军舰21号起航 与俄罗斯海军会合展开为其一周的联合军演 中俄联合军演延续了十年 不过这次演习区域在浙江舟山到台州以东海域 距台湾最近只有300多公里 是十年来最靠近台海的一次 中方参演兵力来自东部北部战区海军 插展士兵对抗和实弹射击演练 不止军师合作 同一天 习近平接见俄罗斯的执政党党主席梅德维杰夫 同一俄罗斯党就是普京所属的执政党 而且两人会面的议题触及俄乌战争 根据新闻社交消息 梅德维杰夫转让普京的签名信 指出俄罗斯有意透过和谈解决问题 北京当局对方向战争的俄罗斯宋 让俄国感觉没有被世界孤立 此刻也传出乌克兰总统 斯文斯基将密访华府 美俄阵营对垒明显 提北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